她是一位穷酸落魄的画家 而她则是身份高贵的富家千金 就这样 两人在巴黎的街头相遇了 再次见到青梅竹马 男人兴奋地说不出话来 就像儿时对方夺走自己初吻那样激动 在很小的年纪 费英就失去了母亲 有继母的日子并不好过 机缘巧合下 她跟随父亲来到了曾经全镇最豪华的庄园 然而此时庄园已经荒废 一片狼藉 仿佛无人居住过的样子 费英默默地坐在池塘边发呆 突然一位美丽的姑娘出现在她的视线中 费英的眼神瞬间凝固 仿佛连心跳都停止了 可是那位姑娘却像精灵一样迅速消失无踪 费英原以为只是一面之缘 然而回到家后 继母告诉她 庄园的女主人希望费英每个周末 去陪她的侄女玩耍 而且会给丰厚的报酬 贪财的继母开心到起飞 对费英是否愿意并不在意 于是 费英再次来到了破败的庄园 再次见到了那个她朝思暮想的女孩 原来她就是女主人的侄女戴拉 然而戴拉表现依旧冷漠 仿佛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 费英跟随着戴拉穿过杂乱的别墅走廊 看到女主人正疯疯癫癫地跳舞 她曾是全镇最富有的女人 但自从被丈夫抛弃后 她就变得不正常了 女主人兴奋地邀请费英跳舞 芭蕾舞 肚皮舞 扭秧的或者广场舞都可以 可费英这个穷小子什么都不会 女主人的脸瞬间冷了下来 费英吓坏了 害怕被赶走 因为这样就见不到戴拉了 于是她匆忙说自己会画画 女主人立刻产生了兴趣 费英就这样留了下来 成为了戴拉的小跟班 尽管戴拉对她不理不睬 但她总是屁颠屁颠地跟在身后 女主人看出了费英的心思 让她给戴拉画画 并趁机询问她对侄女的看法 女主人似乎回忆起了一些事情 酒里全是故事 但此时的费英压根听不懂女主人在说什么 费英表示口渴了 戴拉带她来到花坛旁边 女孩独特的方式喝水 简直美得像一幅画 接着她模仿戴拉的模样喝水 却没想到戴拉偷偷凑了过来 犹如一股电流穿过她的全身 手指都瞬间打开 这一刻在费英心中变成了永恒 她惊讶地捂住嘴巴 头晕目眩 不知所措 看着戴拉如同海王一样撩完就走 看着她戏谑的回眸 她的心完全被她夺走了 从那以后 费英最期待的就是周末 因为她可以和她深爱的女孩一起学跳舞 可以毫不掩饰地凝视着她天使般的脸庞 还有女主人在旁监督 让戴拉不想跳都不行 随着朝夕相处 费英也成为了戴拉的全部 时光飞逝 戴拉变得妩媚动人 而费英也变得英俊挺拔 可戴拉依旧对费英爱答不理 在她眼中 费英只是一个逗女主人开心的贫穷小子 女主人警告费英不要爱上这个女孩 因为她一定会让她伤心牵挂 但费英仍无法听进去 眼里全是戴拉 有一天 费英得到了亲自接送戴拉参加舞会的机会 她激动地穿上不合身的西装 尽力展现自己的帅气 但由于没有邀请函 被保安拦了下来 她只能在门口默默等待 好在也不是毫无收获 穷小伙苦追赴家千金15年 终于争取到亲自接千金回家的机会 本以为送她回家已经是中大奖了 对方竟主动提出今晚想去她家 小伙紧张又期待地坐在床上 不料戴拉只是倾听点水般的一吻 然后像小时候一样撩完就走 也许戴拉从未把她放在心上 只是觉得逗她很好玩而已 当第二天费英再去庄园找戴拉时 却被告知她已经去了巴黎 女主人带她来到海边 诉说着自己的过去 曾经她每天在海边等待丈夫归来 现在的费英就如同曾经的自己 被偏爱的人总是有恃无恐 而先坠入爱河的那个人 总是如此卑微和深情 费英并不怨恨戴拉的离去 但她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连告别都没有 十几年的朝夕相伴算什么 昨晚的吻又算什么 戴拉走了 不知道何时才能回来 费英的心此刻也碎成了渣渣 她再也没有灵感画画 每天只是跟着父亲出海捕鱼 可时间并没有淡化对戴拉的思念 反而愈发浓烈 直到七年后 她告别了女主人 踏上寻找戴拉的旅程 费英每天以绘画为生 像个流浪汉一样生活 不知道找了多久 戴拉突然出现在她面前 她变得更加美丽 笑容比阳光还要灿烂 曾经埋藏在心底的怨念 在此刻立马烟消云散 戴拉就是一位顶尖的猎手 一平一笑都是陷阱 然而费英心甘情愿地陷入其中 根本无法抵抗 戴拉在离开之前 她妩媚地说要和费英约会 第二天费英准时赴约 但让她措手不及的是 戴拉旁边竟然坐着未婚夫乔治 她是富家少爷 而她是千金小姐 明摆着就是天作之和 可自己又算什么 朋友吗 玩具吗 又或者只是一条听话的小狗 费英备受打击 决定彻底放下这段不对等的感情 然而第二天早上 戴拉却出现在她的房间里 以高傲的姿态让她给自己做话 费英匆忙准备画笔 而戴拉则自顾自地解开了遗物 在金色的阳光下 她美得不可方物 嘴角轻微勾起的弧度 足以让费英心持神网 每一个随意的姿势 都能激发费英无尽的灵感 可还没画完 戴拉就再次起身离去了 她总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费英连忙追了出去 第一次质问她为什么这样做 可当她看到戴拉眼角的泪花时 仿佛能感受到她内心的痛苦 她再次心软了 明明发誓要与戴拉一刀两断 结果几天后 戴拉的打来一通电话 费英立马屁颠屁颠去见她 在朦胧的夕阳下 他们一起漫步公园的每一个角落 即使他们的对话毫无营养 但只要能在她身边 费英的心中就充满了甜蜜和美好 在昏暗的桥洞下 戴拉停住了脚步 费英大胆地向前迈了一步 却听到了令她心碎的消息 她要结婚了 这是费英二十多年来 第一次不顾及戴拉的感受独自离去 她觉得戴拉只是想让她发疯 就像过去每一次的挑逗一样 而她也确实陷入了疯狂之中 但在被大雨冲刷过后 费英突然意识到戴拉是主动向她倾诉 或许她想得到她的挽留 想让她带她远走高飞 于是费英疯狂地冲向饭店 戴拉仿佛一直在等待她的出现 毫不顾忌地刃由她拉着她走 他们在倾盆大雨中深情地拥吻 她的孤傲和高冷在这一刻完全破碎 只剩下多年的思念和深情 费英本以为美好的生活就此展开 可几天过后 戴拉再次消失了 男人曾是一无所有的穷酸画家 却爱上了心高气傲的千金小姐 女人的若即若离 让她觉得自己的身份地位不够 于是她疯狂地创作 拼命办画展 终于在几年后功成名就 她匆忙前来向女人表白 却被告知她已经结婚了 费英不明白戴拉为何一次又一次地伤害她 以及她到底想要什么 终于在这一次 她从女主人口中得到了答案 原来戴拉并不是她的侄女 而是她的亲生女儿 多年前她被丈夫抛弃后 新生了一个恶毒的计划 她想让男人尝尽被抛弃的痛苦 因此 她把戴拉培养成了她的复仇工具 故意以高报酬请费英来做她的玩伴 故意让戴拉夺走她的初吻 故意让两人每天以跳舞的方式接触 然后又在一吻后不告而别远赴巴黎 所有的一切 都是她恶毒的计划 费英想起多年前戴拉在车里的泪眼 想起乔洞下那期待的眼神 更想起雨夜里不顾一切的那一吻 也许她早已厌倦了这无聊的复仇方式 也早就爱上了费英 却不敢违背母亲的意愿 只能一次又一次地狠心离去 默默承受着所有的伤痛 甚至为了完美完成计划 戴拉嫁给了自己不爱的男人 但这也是母亲的复仇 她想让戴拉代替她的渣男父亲受尽折磨 费英把女主人的手放在胸口 这一刻女主人哭了 不停地道歉 费英起身离去 再次踏上了寻找戴拉的旅程 曾经心中对戴拉充满怨恨 但现在只有心疼 在母亲扭曲变态的控制下 戴拉这些年一定活得很痛苦吧 可戴拉仿佛人间蒸发 再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许多年后 费英精疲力尽地回到了那个破败的庄园 独自坐在她第一次遇见戴拉的地方 默默回忆着过去的一切 突然 一个长得极为相似于戴拉小时候的小女孩 出现在她眼前 随后笑着离开 费英赶紧追了上去 在阳光下 她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 费英试探性地叫戴拉的名字 默然回首 家人依旧 戴拉惊喜地摘下眼镜看向费英 静静地等待她走到身旁 两人心中明明充满滔天的思念 却极力克制着想要拥抱对方的冲动 直到戴拉说她早已离婚 母亲也去世了 现在带着女儿独自生活 心中有个声音引导着自己重新回到庄园 那是爱情开始的地方 一次次的分别 一次次的守候 费英对戴拉的爱从未减少 反而在得知她的遭遇后变得更加浓烈 因此 面对戴拉的主动示爱和道歉 她又怎么舍得不原谅呢 波光灵灵的海边 随着两人轻轻牵手 这段刻骨铭心的恋爱终于迈向了正轨 费英从未放弃过 她一定会珍惜并守护这段来之不易的爱情